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空幻战舰,我是主播米妹,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《永无止境》,其中讨论了人类大脑前能开发程度的问题,十分超前后魔幻,可以看作是男版的超体了。 主角ID是一位群困潦倒的作家,虽然立志要用笔杆子拯救世界,但实际情况却是几个星期憋不出一个字来,年轻漂亮的女友也不愿意在她身上浪费时间,果断分手。 一天,精神萎靡的ID在街上遇到了前妻的药贩子弟弟,阴差阳错地从她那得到了一种神奇的小药丸。 喝了这种药,对大脑前能的开发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百分之百,身体各项机能都能达到了顶峰,包括智力和情商。 ID在一夜之间写完了一本小说,火速收拾好了自己的房间,并花言巧语地把前来讨租的女房东骗上了床,很可惜,药丸隔天早上就失效了。 尝到了甜头的ID,知道自己想成功,必定离不开这些神奇的药丸,于是前去找小舅子讨药。 惊悚的是,找上门的ID发现小舅子已经死于枪杀陈氏家中,她很快意识到有很多的人盯上了这些神奇的药丸。 惊恐之余,ID在案发现场搜出了一大包药丸并带回了家,从此每听一颗能做到的事情永无止境。 她三天学会弹钢琴,在赌场横行霸道,外语一听就能学会,泡妞假倾就熟。 沉迷于开发各种技能的ID,马上想到要用这种聪明才智来赚大钱,于是她把手伸向了金融领域。 她向一个光头高利贷借了10万美元作为启动金,不到10天就赚了几千万。 随着赚钱的速度越来越快,她得到了更好的工作,女友也重回她的身边,甚至还惊动了金融巨头卡尔。 卡尔邀请ID进行合作,预测股市的走向,完成上市公司的并购计划。 ID很兴奋,像一个华尔街之狼,仿佛就是她了。 可就在这时,她发现自己被一个神秘的老头跟踪,同时她的思维也开始无逻辑地跳跃。 前一秒,她还在跟金发女狼放飞自我,后一秒就飞到了地铁里跟别人打群架。 当思绪恢复正常后,她又站在了纽约的大桥上,忘记了过去18小时发生的所有事情。 随后她接到了前妻电话,急匆匆地催她到餐馆见面。 ID来到餐馆,惊讶地发现,前妻变得异常苍老,憔悴。 原来,她也服用过药丸,而这个药的副总用巨大。 曾经服用过她的人,不是重病缠身,就是一命呜呼。 但前妻告诉她,药不能马上停下来,得慢慢减少剂量,才能彻底戒掉她。 可更大的麻烦找上了门。 前来讨债的光头阴差阳错,服下了药丸。 发现了这药的奥秘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 隔三差五来向ID讨药,为了不影响自己在商业上的地位,ID只好把药分给她稳定局面。 第二天,正在完成订购计划的ID,突然受到了警方的调查,怀疑她与金发女郎被害案有关。 为了摆脱麻烦,ID请了最好的律师洗脱了嫌疑。 在病国会议上,合作方伍德先生因为重病没有前来参加,他惊讶地发现,伍德家的司机就是跟踪他的神秘老头。 原来伍德也是药丸的服用者,并已经派之前为ID辩护的律师夺走了他的药丸。 ID时无所侍从,夜晚带着人找上门来的光头,发现药没有了,想干脆把ID杀了了事,和ID事先服下藏在罐子里的最后一颗药丸,捅死了光头。 三下五除二,解决了他的小弟。 逃出生天后,ID发现伍德先生死了,于是上门杀死了毒吞药丸的辩护律师,夺回了珍贵的药丸。 一年之后,ID已经是高达上的参议员了。 有一天,曾经的合作伙伴卡尔上门拜访,并倒出了惊人引擎。 原来,药丸就是卡尔名下的企业制造的,他威胁ID,如果不听命于他,就切断药丸的供应。 但让卡尔没想到的是,ID早就改良了药丸的配方,消除了药物的副作用。 他当着卡尔的面预言了一起奢货,并且随便一摸就知道,卡尔得了严重心脏病。 ID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,他才是真正掌控世界的神。 影片的最后,走向人生尖缝的ID出现在了一家中餐馆,与女友约会,与服务员用中文交谈起来。 这时,我终于明白该片当初在国内上映的原因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。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,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。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,我们下期见。